打样 刺绣 缝合 经过一连串的工序 一张憨态可惧的虎脸就呈现出来 1988年出生的玉池方舟是河北邯丹人 毕业于英国牛金布鲁克斯大学 她本来在金融行业工作 但自从陪母亲参加了一次非仪展会后 就喜欢上虎头鞋制作技艺 因为母亲是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 所以我们携带了产品 参展了衣物市举办的一个非仪展会 当时我们的展位前围绕了很多外国人 他们就问妈妈 为什么要把猛兽绣到了小孩鞋上 我就当翻译 向他们介绍了虎头鞋背后的文化内涵 为了更准确的翻译 我查阅了大量的相关资料 在学习中 我被这项非仪记忆以及文化内涵所吸引 虎头鞋是中国传统手工艺品之一 是一种铜鞋 因鞋头成虎头模样 故称虎头鞋 它既有实用价值 又是一种吉祥物 目前虎头鞋制作技艺 已被例入寒登市集 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刚开始我必然让他学做虎头鞋 因为他刚回来以后 在上海一个大的金融机构工作 做改领 工作比较稳定 我觉得咱这个虎头鞋制作技艺 这个手工艺人特别辛苦 最后呢 他自己坚持要学 在母亲的指导下 玉池方舟经过反复苦练 逐渐掌握了虎头鞋的制作技艺 并于2022年被评为虎头鞋制作技艺 邯郸市集非仪代表性传承人 刺绣是虎头鞋制作技艺中 最难掌握的 我当时一遍一遍地练习 才熟练掌握 同时 我对产品图案进行不断创新 将原来单调的虎头图案 设计成呆萌可爱的卡通形象 设计出了 洗上眉梢 洗消颜开 歪头鞋脑等图案 玉池方舟利用自己国外朋友多的优势 提及向海外介绍虎头鞋 推广自己的产品 目前 他们制作的虎头鞋 除了在国内销售外 还销往西班牙 巴基斯坦 墨西哥等十多个国家 除了虎头鞋 玉池方舟还设计了虎头斗篷 虎头抱枕 虎头帽等系列文创产品 创建了虎头鞋品牌 并为其外观和制作工艺 注册专利 同时 他和当地的学校合作 组建了设计和销售团队 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进来 虎头鞋制作的厂区 就在我们学校旁边 第一次看到虎头鞋的时候 我们就被深深地吸引住了 我和我的方舟姐一起设计了 虎小卫 虎头虎脑等卡通虎头团 我希望通过现在科技手段 更好的传统这项记忆 一双小小的虎头鞋 从打胳背到纳鞋底 从做鞋面到绣花 一间一线都凝聚了 老祖宗的智慧和汗水 我希望通过我的努力 将虎头鞋的这项记忆 发扬光大 让中国传统文化 走向全世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